表演蔡明亮金马影帝李康生 辽国演员雅农洪尚西 站在画作前一同宣传新作品 全片几乎没有对白 用46颗长镜头 以病痛缠身的小康 与生在异乡打拼的雅农 两个孤独的陌生人相遇 呈现日常生活中平淡而重复 却有人可以互相依靠的日子 作品也获得柏林银展肯定 不过现年65岁的蔡明亮透露 自己多年前会上恐慌症 比较太热闹的地方 我会受不了 尾牙 吃一半我就走了 快晕倒了 要社交了 对了 不行 需要经常去看医生 这次为了新作品 重新打起精神 而目前与李康生同居 互相照顾 表示会把部分遗产规划 留给李康生 那时候去泰国拍也是 租了四五个房间 很秘密地拍了 旅馆的人也不知道 李康生在新作品中 有许多大尺度演出 虽然过去拍摄过 许多作品 但坦言拍摄过程还是十分害羞 这次跨界让电影与画展做结合 希望能更贴近观众的内心世界 明星文 吴东帽台北报导 不是 你们开广的 不是 你们开广的